住了兩年的地方 是時候說再見了 我知道我已經接近兩個星期沒有上傳新的影片 真的是很對不起 請你們容許我解釋一下 上個禮拜我就有提到疫情的確是影響了我們的生意 雖然我們的生意是比之前差了一點點 幸運的是我們還在生存當中 而真正影響我最多的是這裡 老實說去年的封城我還蠻樂觀的 我覺得還可以頂下去的 可是今年2021年還沒有結束我就可以大膽的篤定 今年比去年還要糟糕 我再怎麼打算都好 都看不到有什麼未來 這個真的是很沮喪 我並不奢望這個病毒可以馬上消失掉 可是至少我們應該是要 越來越好 可是馬來西亞的狀況呢 其實是 而且我們Fujime是屬於服裝產業 服裝產業就不是主要的經濟活動 所有員工呢是不可以來這裡上班的 可是大家不要忘了 我們還是有網店的 還是有很多這些訂單要去處理 目前人力來講真的是有一點吃不消 給大家更新一下我最近在忙些什麼 我忙著搬家 打了疫苗 檢查玩具 還有吃了很多麥當勞 至於為什麼我會吃這麼多麥當勞 大家拭目以待 根據統計 人類平均一天都會睡上8個小時 在人生當中一共會睡上 229,961個小時 而229,961小時是什麼概念呢 也就是 9581天 而9581天 是26年啦 所以我們都會花上人生的三分之一 在睡覺 不難發現到大家對於床的要求 已經是越來越高了 經濟允許的話 我想大家應該都會買好一點的床 對吧 同樣的如果你在五年前告訴我 花一個一兩千塊買一個椅子的話 我應該會說 然後你就買了 你看 他這裡寫 不可以用刀片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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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大家千万不要误会 这不是一则广告来的 在这之前其实我很抗拒这种人体工学椅子的设计 不是因为它长得丑还是怎样 纯粹我就觉得在我们的studio 摆上这种人体工学椅子有一点格格步入 然后震惊八百的那种感觉 我真的是有一点点不喜欢 后来我妥协了 要怎样才能画出完整的圆圈呢? 我发现到一天下来 如果我没有再加班的情况之下 我至少都会花八个小时在椅子上面 这时候我就发现 椅子跟床不是一样重要了吗? 甚至后来我还发现到 我长期以来这么多年 都是以一个不正确的知识 来面对着萤幕剪影片 为了纠正这个问题 我跑去针旧 把萤幕垫高 甚至还买了这一把人体工学的椅子 这个时候一定会有人问我说 至于吗? 老实说我也不懂 不过这一场疫情教会我一件事情 也就是预防胜与治疗 再加上这把椅子也是刚刚买而已 如果我现在就下定论的话 未免也太吵帅了吧 万一还有一些观众不懂的话 在5月尾的时候 Futuremate就有跟 Rebox出了一个联名款 也就是Instapalm Fury Tril 为了这个联名 我就找来了好几位艺术家 不管是做球鞋客制 或者是球鞋相关的艺术品 我就想说这些艺术品 如果没有异坏 按照计划 本来应该是要放在店里面 搞一个小型展览的概念 不过如今这个情况 我必须要等到解封过后 前提是我的店要顶到那个时候 摆在我面前的这些 全部都是来自一位很年轻的艺术家 也就是郭隆飞 他真的是很年轻而已 而且他是来自北京 然后刚好我是去了北京 才认识到这一号人物 不难发现他的作品都是以陶瓷系为主 然后常常会在上面注入一些 超厘还有球鞋的元素在里面 除了有点中西合皮的感觉 他也是把古代和现代的文化给结合在一起 不能不说这双鞋子的细节 真的是做得很棒 一些比较细小的地方 像车线啊 甚至是越野底的纹路 他其实都有把它还原出来 而且他的鞋身你摸下去 他不是平的那一种 他是像真的鞋子 这样子是有层次感的上面的 而且不管是Rebok的logo 还是鞋跟上面的Futureman logo 他其实都有把它做出来 我觉得整个作品是完整度很高的 第二位艺术家是来自台湾 然后很明显的 他就是帮我们的这个联名鞋子 把它改成Tavi的鞋子 他的名字其实有一点难念 等一下等一下 来 虽然他没有A的字眼 可是他好像是 当时候我们在设计这双鞋子的时候 我就有问Rebok说 可不可以用Tavi这个设计 然后他们的回应是说 Rebok的Tavi设计 暂时性来讲 都只是会用在Mason Margiela的鞋子而已 表面上我打消了这个念头 私底下我找来了Refari Refari他们最红的客制服务 就是Tavi版本的New Balance 我其实想要找他们做很久了 可是我就想说 好不如就直接用这双鞋子 再加上我自己是没有看过他们做 Palm Fury这双鞋子 所以这双鞋子的成果 我其实也是很难想象得到 我们客制的设计除了有分纸之外 它也是从鞋头到鞋身 然后到鞋跟的这个部分呢 有用上这种植肉皮革来做一个包袱 在分纸的内侧 它就用上脊皮的材质来呼应鞋子本身的这个脊皮的材质 前端的这个部分 它就用上两块这个也是植肉皮革一直延伸到鞋底 而蓝色这一双客制的项目 基本上是一模一样 只是颜色上有点改变 包括这个分纸里边的脊皮啊 旁边的这个皮革全部是换上蓝色 然后它的这个蓝其实看下去 其实有点像蓝蓝的这个感觉 是很有质感的 中底的话我们完全舍弃掉原本的设计 给它直接换上一个全新的Vibram的底 老实说一开始这双鞋子改出来 我还真的是有一点点不习惯 它甚至有一点难接受 毕竟这双鞋子从头到尾 都是以Pump Fury Trail的底来看到这双鞋子 然后它突然换了一个底 就好像有一天Joey就整了绒回来 然后我就有点不习惯 不过看久过后呢 其实还蛮顺眼的 我去整了 在影片结束之前 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今天我收到一双很厉害的鞋 是热腾腾的 也就是 三款跟Crox的联名 这种设计概念也就是鞋子上面套着另外一双鞋子 其实在好几年前就已经有看过这个元素了 所以你把它拆下来 里边是一般我们黑色的这个Crox 这一个才是真正的厉害的地方 看起来 它好像可以搭很多鞋 Nike DUNK POKA AMX MOREAL Martin 人质 TOR MORE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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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玩笑归开玩笑 我认真觉得这双鞋子还是蛮不错的 虽然照片看起来是比较夸张一点点 可是上脚就有一种丑到极致便是帅的那种感觉 就怎么搭 诶 还蛮意外的蛮好看的 所以今天的影片呢 就到此为止 我们下期见 BYE BYE